卓西2021神音之香木雕艺术奖来自富里香的陈泉荣脱颖而出获得冠军 他的作品名为小米丰收 祖人额头顶着头戴背着丰硕小米 呈现布农族祖先的智慧 卓西2021神音之香木雕艺术奖来自富里香的陈泉荣脱颖而出获得冠军 他的作品名为小米丰收 祖人额头顶着头戴背篓装着丰收的小米 呈现布农族祖先的智慧 低着头才能背起重物 就像是在说我们要低调做人高调做事的道理 刻苦耐劳的精神 下方围绕一圈是布农族人的八不合音 强调的是布农族的头戴还有背篓 他们这个是这个动作就像是一个非常低调 就是头低起来才可以背起来 头抬起来东西就掉下去了 那这个就是告诉我们现在的人就是一个道理就是 所有人要低调做事要高调高调做事这样 所以我的作品的名称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呈现 然后它下面这个是八不合音 布农族的最有盛名的一个八不合音的一个作品的一个呈现出来 来自台东关山镇的黄永宝则获得亚军作品是神鹰故乡之森情 呼唤呈现夫妻吟唱以及部落勇士八不合音 用歌声平息山林对人类过度的砍烂砍伐 回以土石流惨痛的惩罚 提醒人类要善待河流山川 如同善待自己的家人一般 那个吟唱的方式一对夫妻吟唱的方式抚慰山林 那这就是部落的部落的班民勇士用八不合音方式去抚慰山林 是这样子的 我们要困这个地方就是因为我们的土地不断流失 如果在不断流失之后就好比我们下面那种剩下土石流义 什么动物也没有了山人也没有了 所以说我们要索负山林我们只用方法说 要用那种吟唱方式去抚慰山林 艺术奖共有十位创作者获选参与筑地创作 木雕作品公所将代为寿礼典藏 期望展现台湾陵墓珍贵特色 永续环保教育意念 打造具有着西多元的观光视野 与丰富的原著民族文化艺术 记者高双双着西乡采访报道